27年女孩 感染了不知的病毒 血研究 指出病毒 观众现在看到的 不是真实的新闻报道 这只是一个电玩游戏的情节 2012年上市的瘟疫公司 原本是一款手机版的电玩游戏 但后来演变成在任天堂 Xbox和PlayStation系统上都可以使用 玩家必须在治疗方法发明前 把人类消灭掉 然而瘟疫公司的游戏开发商 最近捐赠了25万美元 给医疗卫生组织 并借着更新游戏 让玩家也能站在对抗病毒的最前线 一起来拯救全世界的民众 都是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